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西洋泉拥有丰富煤炭资源 过去一个世纪为全国输送18亿吨煤 贡献1400亿导电 资源频临呼启 加上减排减碳大趋势 洋泉走上绿色转型之路 优先发展数字经济 现在的洋泉是全国第一个 全域开放自动驾驶的地级市 全市超过200公里道路 都能够实现自动驾驶 50个交通路口和设施 经过智能化改造 组成完整的车乘网 洋泉推动自动驾驶商业化 自动驾驶的士和巴士获准上路 市民出行有更多选择 亚洲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数据中心 百度洋泉智算中心 支持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 先进人工智能应用 令洋泉打造智车之城 更加如虎添译 数据处理、电子讯息制造等的产业 加速集聚之下 2022年洋泉的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营收 增长近三成 从煤炭之城 转型为自车之城 洋泉踏上智能化快车 为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业 注入新动力 全新感受 当代中国 中文字幕组